同样受到台风影响的是往返本岛小琉球的船只呢 一路到今天才开航 一大早有不少赶着上班上课的人是搭上了首航 除了在人之外 这几天岛上的生活物资大缺 因此供应商也紧急捕获 船上就可以看到满满在往小琉球的名声物资 东柳线转班一口气停航三天 小琉球岛上居民一早赶紧搭上头一班 不少搭船通勤的学生们 打从开学日就被迫多放了好几天的假 现在终于能够开学上课 一篮又一篮蔬菜鸡蛋也接力被运上船 送到小琉球补给 因为连续两个台风搅局 小琉球就快要断粮 先是上周的苏拉 8月30到9月2号班次都受到影响 9月2号中午前再运完民众之后 就再度因为截续的海归台风 一口气停航到9月5号 岛上连续三天对外交通受阻物资短缺 还有居服员也赶搭第一班船要进岛来协助老人家 两个台风接力报道 现在终于远离了 让王帆小琉球的居民生活能够恢复正常 记得李昭燕ACG 评论报道